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10月15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节目采访时称 虽然基辅政权还准备在前线部分地区积极进攻 但其反攻已彻底失败 记者帕威尔扎鲁宾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段采访片段 普京说 至于乌军似乎停滞的反攻 他已彻底失败 我们知道在部分战斗地区 敌方仍在准备新的积极进攻行动 我们看得见心里也知道 也会采取相应方式应对 另据路透社10月15日报道 普京表示 在乌克兰今年的反攻失败后 俄罗斯军队已经加强了在乌克兰整个前线的阵地 普京说 现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正在做的事情叫做积极防御 我们的部队正在几乎整个地区强化自身阵地 这是相当大的一片区域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0月11日报道 有消息说 一直在基辅的反攻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支乌克兰军队 目前因战场上的领导和指挥问题陷入混乱 9月 乌克兰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 亚历山大萨克中校已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7 独立机械化旅指挥官的职务 当时乌克兰军方官员没有提到原因 不过据军事天地网发布的消息 萨克被解职与该旅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关 报道称 萨克所在的这个旅在夏季反攻中 是最早参与扎布罗洛地区反攻行动的部队之一 在萨克的指挥下 这个旅在8月22日进入罗布纪念村 将那里的居民疏散 不过军事天地网说 这次解放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 报道称 第47旅的军事长马列里马库斯 今年7月抱怨过该旅的指挥决策 并说指挥官根本不关注军人的事迹 由于与该旅的指挥官存在意见分歧 他提出自降军衔 马库斯曾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 表达自己的关切 他在网上发文 称完全反对该旅在部署上的决策 然而第47旅突击连军事长鲁斯塔姆·穆斯塔法耶夫 指责马库斯 企图靠着别人抛洒的鲜血 来让自己得到晋升 他还驳斥了马库斯 对第47旅指挥决策的批评 称这是在努力确保最有利的局面